杨在网上冲浪的时候,看到一组兴富的港区女星们婚纱照,简直就是喜眼夜级别的美貌。 白纱红唇和卷发,浓浓的港式风情扑面而来迫不及待来跟你们分享。 秋书珍出嫁时,有人问王兴感受,王兴说,她穿婚纱很漂亮。 的确,秋书珍是美帝,她那一张脸,精致,灵动,有无数种可能,称笑怒骂皆是风情。 关芝林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堂瓷娃娃。 典雅美丽,虽然妆面很简单,配饰也少得可怜,但依然遮挡不住关芝林的美丽动人。 早期的林青霞没有街拍武侠剧,英气没有那么明显。 离子表情有点奇怪。 兰杰英这张忧郁的眼神让人心疼。 看了袁杰英的婚纱照才发现,原来短发戴头纱也可以这么美。 尤其是搭下来的几缕小吁吁,更显风情。 年轻的袁勇仪时,还带着一丝青色和肉感。 51岁的她在演唱会上,白色蕾丝婚纱,加白色羽毛翅膀的造型,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。 但是不难发现,这个时候的婚纱,和90年代的,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。 杨舅顺便跟大家搞一下关于婚纱的变先,等到仙女们结婚的时候,正好可以从中介见啊。 白色婚纱的流行,可以追溯到19世纪,1840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上。 维多利亚女王身穿一身象牙白针丝长裙惊艳全场。 女性的礼服变成紧贴身体线条,富有垂坠感,往往采用丝缎等柔软的面料,并装饰流苏,细细的肩带让肩膀和双臂,完全暴露在外,腰线下一道胯部,裙摆则上升到膝盖下方。 形成了独有的Flapper Style,同时开始流行拨拨头,和带有装饰艺术的发带头饰。 让她在优雅和性感之间,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。 头沙正中的白色蝴蝶,结是点睛之笔,复古又活泼。 然后就来到了杨最爱的港圈美女鼎盛的90年代。 李嘉欣还有婴儿肥,透露着少女的可爱。 泡泡性蕾丝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 少美琪,搭配卷卷的头发和红唇,你就是最港的美少女。 郭爱宁这是什么甜甜的小可爱啊。 顺便放几张素人的婚纱照,虽然透露着一股影楼峰,但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范本。 仿佛看到了当年爸爸妈妈们结婚的样子。 进入21世纪后,婚纱的设计相比90年代最大的变化,就是简单又风格格意,柔和各个年代的婚纱特色,并加以创新。 2014年,周迅穿着琴儿为其量身定制的羽毛猪片自秀婚纱,拉着高盛远的手,大声宣告,我们结婚了。 刘诗诗的成秀一字领A字婚纱,大方又悠哑。 昆灵这件后背心形镂空婚纱,大概是为了满足周杰伦的公主梦吧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